昨天我们介绍热血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波动 各位可不可以举一个波动的例子 在这个留言区举一个波动的例子 波波波 波动的例子很多 像声音没错 声音是一种 然后绳子还有水波 那怎么样才可以算是一个波动 如果只有一个点在空间中 周围都没有别的东西 这样它自己在那边震动 如果只有一个指点在空间中 那周围都空无一物 那只有一个指点在那边震动的话 能不能叫做波 那其实是应该不行 因为感觉那个波就是要有一种 散开啊或是往前进啊 然后它会是很多很多的例子 它共同的一种行为 你如果单一个是不会有的 那当然有些同学比较优秀 你可能会想到电磁波 电磁波好像不需要戒指 那电磁波它的确是 你不用有戒指 可是你还是要有电磁场 电磁场然后往外传 那总之呢 它就是在空间中 不管你是有指点还是没有指点 如果你是一般的水波或深波 水波就要靠水分子 深波就要靠空气分子 才可以把它们传出去 电磁波的确是不用啦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传出去的那个动作 所以基本上什么是波呢 就是空间中的某个点呢 它有一个扰动 空间中的某点的扰动呢 藉由交互作用传播 它有可能是用分子之间的碰撞 如果是绳子的话 它可能就是绳子的分子之间的弹力 它是靠那个弹力去把前面一段绳子 去把前面一段绳子 去带动下面一段绳子 那各位国中都有学过说 它其实不会传递戒指 就是说我们的绳子 有一个绳坡传过去 它不会说绳子也自己跑过去 或者说水坡 水坡的话 你产生一个水坡 它也不会说整块水一起跑过去 所以实际上它是传播能量 而不是物质 那这里就会分成两种 一种是需要有戒指的 就叫力学波 那一种是不需要戒指的 就叫 就是电磁波 非力学波 就是电磁波 非力学坡的话基本上就是到电磁场的相互感应 那我们今天不会说特别去介绍说 为什么电磁坡不需要戒指 其实以前人们会觉得说电磁坡应该也要戒指 不然它怎么传出去这样子 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实验发现说光速恒定 然后在一些实验发现说好像电磁坡真的不需要戒指 才慢慢的确定说电磁坡真的不需要戒指 那我们今天没有打算要讲那个故事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力学坡 我们只是要复习一下关于这个坡洞的特性 还有它的性质 那它是传递什么呢 传递能量就力学坡而言 基本上就是动能 如果是力学坡就会有力子 透过力子的碰撞拉扯去传播 如果是声音就是空气分子压力变化 它们其实是有一个碰撞的声音 声音它其实是透过空气分子的碰撞 去传播的 那所以它们在碰撞之间就是传递动能 那如果是绳子的话 绳子它在甩一下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一个弹性的 它甩上去为什么会弹回来 那其实是或使说为什么会带动前面的 那它其实是靠它们之间的拉扯的弹性 所以它不是只有传递动能 有的时候也是传递为能 那基本上就是动能加卫能就是力学能 力学能就是动能和卫能 那么我们这里就还可以把它分成两种坡 就跟国中学过的一样 分成横坡和重坡 如果说坡的前进方向是这个方向 然后它的震动是这样子 然后它是这样子震的 然后它往右前进 那这种坡是属于重坡还是横坡 请回答 可以 可以写在讯息栏 你有回答 我就知道你有在 谢谢刘敬选 那有没有其他同学 这个如果像绳子或水波 那水波的波浪也是这样的前进 那这个是横坡还是重坡 除了刘敬选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同学 那各位的概念都还蛮不错的 对啊 这是横坡 借直的指点的振动方向呢 跟它的前进方向是垂直 这样子好多 那如果是像声音或是弹簧 弹簧你可以这样子拉动的话 弹簧它可以是这样的 把它对下来 做一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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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簧你可以有酥密酥密 这里比较密 所以比较酥 那这种梳密梳密呢 它是振动方向呢 是这个左右的 那刚好它前进方向也是右边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纵波 然后我稍微调整一下我的手机 因为它有点怪怪的 OK了 这个是所谓的纵波 那接下来我们要复习所谓的 波长啊 还有频率啊 波数知识这些 那我们平常会说有波长的波 或是说有频率的波 其实都是指周期 有周期的波 周期波 周期波就是它会有重复性的 而且比较快就会重复 周期波它就大概会是这样 这样 这种算是周期波 因为它会有上下上下这样子 周期性 那如果是非周期波 有另外一种波叫脉冲波 那脉冲波就是突然跳一下 然后很久很久以后可能才有第二下 这样子 那就像是那个心电图可能得重病的人 那这种叫脉冲波 虽然你会觉得它好像也有周期啊 可是通常呢 如果它突然的蹦一下以后很久都没有 这个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叫做脉冲波 那这个比较不好分析 你还是可以把它当成很多个周期波叠加 不过这个我们不会讲那么细 我们今天的重点放来走起波 那走起波它就是一种波嘛 它是在空间中的个点 然后随着时间而变化 所以事实上它跟空间中的位置 还有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关 有两种观点 第一个叫做从各点 从在某一个时刻下 每一个点的位置 某是这样写 某是这样写 不管忘记了 某一个点 比如说绳子上的某一个 不是某一个点 我们要先讲某一时刻 某一个时刻 某一瞬间 各点的 知位 那这个图的意思是说 我看很多个点 中轴通常会是指点的位移 就横坡而言 就是它原本在平的 然后它往上往下 这叫位移 位移 所以中轴通常是指点位移 如果是一个时刻的个点的位移 那如果是一个时刻的个点的位移的话 它的横走就会是位置 好 那这意思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绳子编号 绳子第一公分 第二公分 第三公分 比如说这里有12公分的绳子 然后你第一公分 第二公分 第三公分 第四第五第六 第七第八第九 十十一十二 十二公分的绳子 它每一段 每一小段 现在的瞬间 位置在哪里 某一个时刻 就有点像拍团体照 拍团体照的时候 大家的位置就 那个瞬间 全班同学的姿势 就被拍下来 这叫做一张团照 的概念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如果是周期坡的话 我们可以定义它的坡场 那就是从重复一次的最短的距离 像这个 从波峰又回到波峰 这个就叫做波长 它是重复一次的最短距离 波长 波长 它是重复一次波形的最短距离 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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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形重複的最短距离就叫波长 如果说你不是拍团体照 而是一个同学 他就是很喜欢拍照的话 他很常常拍那个连续连拍 一个姿势再换一个姿势再换一个姿势 他都拍同一个人 那就好像是你都瞄准这条12公分的绳子 你都瞄准3公分的地方 然后一直拍一直拍 随着时间一直拍 那这种情况叫做某一点 某一点各时刻的位移 就刚好把时刻和点交换 那这种情况就会是 这个纵轴一样也是位移 这个纵轴一样也是位移 那这时候横轴不再是位置了 我们刚刚说这个是1公分 2公分 3公分 4公分 5公分 6公分 X是可能是公分或公尺 它是长度 它是一条绳子 然后它摔摔摔摔摔摔 然后某一个瞬间拍团体照 或是说大家在做破浪舞 然后某个瞬间被拍下来 那如果是这一个的话呢 它不是大家都被拍下来 它只有一个人拍 可是一个人拍 它是连续拍的 随着时间连续 随着时间去连续拍摄 那结果它还是一个人 你如果仔细看破浪舞中的一个人 它也是这样上上下下 所以它随着时间 1秒 2秒 3秒 4秒 5秒 6秒 7秒 8秒 它也是在上上下下 所以它的图会长这样 也是会长这样子 可是这时候它的波峰到波峰 这个波形它就不是波长了 因为波长是一段长度 所以一段距离 那这里就不会是波长 它是时间 那波形重复一次的最短时间 就叫周期 那代号是T 就是周期波的周期 这就是波形重复一次的最短的时间 波形重复之最短时间 这叫周期 那你可以不一定要是波峰到波峰 你也可以是波谷到波谷 这样也是周期 或者是半山腰到下一个半山腰 这个要下波的波形 这也要下波的波形才算 才算是重复一次 所以像这边也是 你也可以是波谷到波谷 这样算一个波长 或者是下波的波形 遇到下波的波形 这样也可以算是一个波长 所以这个波长和周期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什么是波数呢 那就是用长度除上时间 用波长除上周期 这边是波谷 我们的黑板干掉一下 我们的黑板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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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是秒 周期是时间 所以周期单位是秒 那频率的单位就是秒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把t分之一看成f那上面这里就可以写成lambdaf 所以各位前辈的公式就是flambda v等flambda就是这样 那这里要注意一个点是这个坡数呢它是通式 因为它只不过是跟坡场和周期直接相处而已 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周期坡 那它有坡场有周期 你就可以用这个公式 不管它是水坡还是升坡还是升坡还是升坡还是电磁坡 反正它只要有坡场有周期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可是如果是升坡水坡电磁坡它的坡数呢是都不一样的 坡数其实是由戒指所决定的 我们刚刚擦掉了 不然的话还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 刚刚说什么是坡啊 坡它就是不能只有一个点 它需要有其他的点才可以传播 那它怎么跟其他点传播呢 靠的是交互作用 比如说接触力 弹力 那或是说电磁感应 如果是电磁坡是电磁感应 那么 这个感应或是说接触力 这些都是一种力量的形式 那这个力量的形式就是 有它自己的公式 有它自己的公式 就比如说 我先写一下结论 就是坡数是由戒指所决定的 那举例来说 声音的速度 是3331 再加0.6 T 然后这个T是代色适度 这个各位可能有一点印象 对不对 那这就是声音的速度 那它就不是说 你直接有这个东西来决定你的声音速度 这两个不能决定声音的速度 声音的速度是要由戒指来决定的 所以应该是说你声音的速度决定了以后 那你的频率越高 那你坡长就应该要越短 因为你的这边已经被固定了 你的声音的速度 比如说声音 我们现在讲话 有声音 那我们现在室温30度 那已经固定了 所以声音的速度就固定了 所以你讲话 不管你是高频率 或是低频率 你的声音速度都不会变了 随之而变的是坡长 所以这个是你在使用这个公式要特别注意的 不会说什么 坡长不变 然后频率变高 坡速变快 没有这样子 或者什么 频率不变 然后坡长变长 坡速变快 没有这样子 如果你是在同一个界值的话 你的坡速就是一样 除非你跑到不同的界值 坡速才会变 所以坡速是由界值所决定的 例如声音的速度是这样 那如果是神坡 神坡的坡速在高山是有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里像水坡的坡速 如果是浅水 很浅的水 它的坡速 它会是根号的G 乘上D 然后这个D是深度 这个是适用于 这个D小于 适用于D小于 坡长的二十分之一 这个只是举例 你其实看看就好了 如果你的坡长 比较长 然后你的水很浅 你可以用这个式子来算坡速 这个就像是声音的速度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实验来的 的公式 那如果你的水声已经固定了 水声已经固定 那你的坡速就固定 那不会因为你振动频率变快 然后坡速就变快 不会 所以坡速是由戒指所决定 那请问同学一个问题 各位可以在留言区回答 请问坡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谢谢罗绍辰 谢谢罗绍辰 他们其实有提过的 就是说你们在上物理课 老师有提过的 神坡或是弦坡的坡速 弦就是那个弹吉他的弦 那绳子就是绳子 那不过他们是类似的 他们的坡速公式是类似的 对我来说 如果說我們現在有一個繩子或一條弦 這條弦呢它就往右傳播 在傳播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想要找出一個它的波數公式 那各位覺得會跟什麼因素有關 它的波數會有哪些因素決定 就比如說各位覺得繩子如果繃得越緊 或是那個弦繃得越緊的話 它的波數應該會越快還是越慢 繃緊的繩子它應該波數會比較快還是慢 各位可以回答 如果你有想法就可以跟老師說 繃緊的繩子它會是波數越快還是越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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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